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简报早就准备好 我们这六个月有到有关键的 非常的关键 所以说我们的关键是相信你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是在做的工作均定 尽量做得很好这样 我们今生的桌上播出非常多 三合院不错 非常多 如果现在大桌上的桌上有桌上的桌上 那广东要渡何要 我一生就想办法 与第二房间溝通 这个桌上有很多 才是中国来在意中 说起金山社区特色照片加上生动介绍 金山里长在短时间内 秀出社区居民共同打拼出的优质好成绩 让专程来到金山社区的城局很感动 我小时我是做产人的女孩 是在增加大汗 看起来有回来 回家的那种感觉 回家的感觉 金山社区要安装发展 这个地方实在是有够漂亮 实在有够漂亮 当然未来要改动作农村休闲 观光都要结合起来 从不讳言自己的人生从农家开始 陈局表明支持农村转型再生 朝向休闲旅游发展重视农业的多元化 期待农民过得更好 立场始终如一 在看完影片之后呢 我们要请里长来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我们金山里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色 金山里的东边跟深水里相隔 西边跟田辽区还有尖山里 南边跟东燕里 北边跟中辽里相隔 那我们那边人文特色就是有那个从金山医药桥进来有一个绿色隧道 一个绿色隧道 那我们那边有一个铁马驿站 有一个介绍巴勒一生的那个巴勒生态园区 还有一个百年的老龙眼树 还有一个百年的山泉水 还有三额院的陀阁处 还有我们的猪色改成的那个古龙剧展示场 还有那个阿嬷的垂桂堆 那是什么意思啊 阿嬷垂桂堆就是阿嬷 我们社区有一群阿嬷 他们就专门在教大家怎么去垂桂 因为垂桂是一个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 古早味 那因为现在去菜市场买就有了 所以说现在人变成懒惰了 所以说大家用买的 那其实我们社区一直想把这个记忆 把它传承下去 那还有一个我们社区有一个塞古墩 还有塞古墩 还有一班非常高兴的老人幼地园 这是我们那个土地式的人文地式 我们那个山渊就是有巴勒跟座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赞的主演 我们就是黑山顶的女后山 这样新的太阳鼓 还有一个新的洋女湖 还有那个隔队山 这都是真好的这个主演经馆 是这样听起来很适合就是骑这个脚踏车去那边玩 对不对 当然 因为一开始有这个绿色的隧道嘛 对不对 刚才你里面也有说到有些这个观光资源 是不是能请里长介绍一下就是说到这些观光地点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玩或者是我们能看到什么 到金山有很多的玩法 对 那首先来讲那个自然景观 其实自然景观那个这几个点刚才我介绍这几个点 其实都是一个学生户外教学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那就先讲那个乌山顶女后山 好 它是一个我们全国百大地景之一 百大地景 对 而且是世界奇观 因为这个这里的 这里的那个它的造型 是世界仅有 世界只有我们这边有 那全国也是这里首选 所以说来到燕朝金山 非来乌山顶女后山不可 是 毕竟我刚才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这几火山是怎么形成的 那个乌山顶女后山它形成最主要有四个因素 对 也要有四个因素 是 第一个就是要有泥土 那我们刚好这里我们这里有二地太阳谷 那是泥岩的地质 那再加上说有雨水还有地下水 混合在一起就变成那种泥浆 那还要加上一个第三个条件就是 在我们的地底下差不多六百公尺的地方 因为有那个动物的湿海 还有植物的那个 就是植物死了以后 蕴藏在下面的一些动植的湿海 它酝酿久了以后变成一股枣气 这股枣气经过那个时间的累积 它有一股往上冲的力量 当这股力量在碰到那个泥浆 再碰到有一个裂缝 那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奇山断层带 奇山断层带 所以说当它找到那个断层带的时候 它就往上冲 就形成了泥浩山 就是泥浩山形成的原因 大自然教室 对不对 来到这里可以学知识跟常识 还有里长刚刚有讲到这个太阳谷 对 它也是这样形成的吗 也是这种类似的地形吗 其实太阳谷 那是原本在海底地底下的一个产物 那因为地壳运动 那个板块挤压 它变成从地底下往上挤压上来 所以说从那个田辽的越世界 到院朝的太阳谷 这一区都是那个地壳挤压的那个产物 所以说好长的一段都是那个二地地形 是 所以来到这边也是看它的地形就对了 对 对 非常的壮观 还有包括这个新阳女湖 还有包括鸡冠山 对 来这里可以看到什么鸡冠山 鸡冠山它是一个可以吸收芬多精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座山它有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步道 那登山步道它在设立这个登山步道的时候 是由我们社区的居民来主导 主导说这个路线要怎么走 由我们社区居民来选择 那原本那个厂商是说 就是就 较好的坎路 这样做着就好了 这样没有在考虑说 这样起来到山顶是不是会滑 这样是不是 生态破坏的 都没有考虑这个 所以说我们社区就介入说 一定要叫我们的 我们的动线去做 而且我们又要求说 起来做的时候 不可以 重机械上去 都要用人工 来把它完成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 你们相邀到那个机械上上去 爬山的话 其实非常的舒服 那如果说你们体力再好一点的话 可以到登顶 登顶上去 可以看到360度不同的景观 不同的景观 而且在过年的前 那个山上有种那个燕紫荆 燕紫荆 那是什么 那个跟羊体甲同棵的一个植物 它开的花是 那个粉红色的很漂亮 在过年的前后 它是盛开起 所以说有好多的朋友 都为了说要去欣赏那边的花 而去登山 那我们在山上 有一个夫妻树 有一个半灯眼 还有一个无患指步道 这个是有故事的 怎么来怎么来 就是说传说 有一对年轻人 他们到山上去爬山 那时候还是男女朋友 去登山以后 经过一个夫妻树 他们这边看了那夫妻树 回来不久 就在喜事 结婚了 结婚了 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消息 肚子好像都没有消息 所以说他们在相邀 又接着 跟他们接着来 来召山来刺激 他们刚才见过一条 这无患指步道 无患指都 不用烦恼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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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患指 无患指 那其实无患指 是一个植物的名称 那当他们走完 这条无患指步道的时候 而且那个步道的中间 有个好大的一个无患指数 他们就是两个夫妻 就那个在 在夫妻树 那个在那个无患指数那边 那个聊天啊 抱抱那颗无患指数 回来以后过了不久 他们就就生了 生了一对 一对那个双胞胎 双胞胎 所以说这是非常的神奇 而且那个有好多 好多人上去以后 觉得说这是真的 所以说这里 来 求子吗 如果说 各位朋友 如果说你们想说 怎么现在还没有姻缘 没有消息 还没有消息 那可以来 燕潮金山的机关山 来走一趟 保证有好消息 那我一定要去走 这个礼拜啦 欢迎欢迎 是 好 当然了 刚刚里长讲到这个传说故事 就让我觉得说 哇 那金山也真的有很多传说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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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